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否觉得 有一点累了 日子天天过 没太多不同 错了很多 却看不到什么 难道疲惫已是 你宿命的结果 看看你左右 陪着你的我 默默在身后 为了你加油 再多感受 我都听你说 因为你就是我 最重要最好的朋友 用我的爱给你力量 重新看世界的模样 你可以变得很不一样 相信 我的爱给你力量 紧紧握住你的梦想 航向你最想去的地方 你会发现 幸福就在 手上 经理 你好 现在变化这么大 我还以为你上次走了之后 就不会再回来了 怎么会呢 这是我重获自信的地方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您给了我工作的机会 你别逗了 让你在这儿工作那是趣才 行了 咱俩都是朋友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 你啊 肯定不是来这儿叙旧的对吧 是这样的 我想请您帮个忙 我们现在推出了新品红酒 这款酒所使用的原材料 还有酿造标准 都达到了军顶酒庄的 最高要求 酒的品质 也可以代表酒庄 最优质的水平 详细的资料呢 在企划案里都有说明 我们希望 能成为您的供应商 谢子齐啊 谢子齐 我就认为你这个人 真不简单 当初来我们酒店打工 是为了锻炼自己吧 好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酒店的情况 我们酒店呢 每个季度都会采购一瓶红酒 所以呢 你赶紧把你的样品留下来 我们会去做尝试 如果你的产品能达到 我们酒店的要求的话呢 我们这个季度的产品 全部从你这里采购 并且 我会把你的产品 向市里所有的酒店老板 去推荐 太谢谢您了 经理 你谢我干嘛 要谢就谢你自己啊 是你的真诚和你的努力 打动了我 否则我也不会了解你 而且和你这样的人合作 我特别地放心 至少我不用担心 产品的质量问题 会去影响我们酒店的声誉 而且你要知道 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我不采购你的产品 我也会去采购别人的产品 而为什么你会获得 这次机会呢 那是因为你平时的努力 而让你获得了 这次的机会 何瀚 我今天谈成了一家酒店 而且这家酒店 答应我们 帮我们介绍其他的酒店 深耐深渠道 总算是打开了 不过这些渠道 可以消化的红酒数量 是有限的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真的很惭愧 对不起 我没有陪你坚持下去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还跟你吵架 这些都是小事 合作嘛 难免会有摩擦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从进了何氏集团期 就当了常务副组 从来都没有试过 在基层工作 也不了解基层的辛苦 可这段时间我看到你 即便辛苦 却还在坚持 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业 为何佳打开通道 你看到人家羞辱我的时候 还会保护我 我真的很感动 我知道你心疼我 为我好 不过 我们最近遇到的这些事情 对于上门推销而言 都是家常便饭 只是你以前没有经验 所以难免有点接受不了 但这是重振何家的 唯一希望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对于你 谢自欺啊 跟之前比 你真的变了很多 你现在比我更坚强 比我更乐观 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你的帮忙 我肯定撑不下去的 对于是 何汉 只要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到底 洪总 您好 思琪 我可能要跟你说成抱歉了 之前不是说 帮你介绍 室内的几家酒店吗 现在可能做不到了 现在有一家红酒公司 用更低的价格销售红酒 现在所有的 采购商都从他那边 采购红酒 请问是哪家公司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周氏集团的红酒公司 不过你放心 你的产品我尝过了 比我们酒店的要求要高 我呢 不会因为别人的价格改变 而改变我的决定 你的产品我照样采购 只不过其他酒店呢 我就无能为力了 没关系 洪总 您能够支持我们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谢谢您 怎么了 周氏家故意降低 红酒的价格 和我们打价格战 之前洪总介绍的那些客户 全部被他抢走了 我想 其他通路应该也被堵死了 是哪家的 对 你看 什么 这一届的红酒展销会 规模很大呀 如果我们也参加的话 把我们的新品红酒 带到展销会上 就展露头角 小鹿还会发愁吗 好主意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 告诉我哥还有谢总 喂 何牧 喂 哥 晓晓刚刚在网上 看到红酒展销会的信息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着 我们那些新品红酒 去参加展销会 也许在展销会上 能有新的渠道 这样就可以消化掉 我们那些红酒了呀 我知道了 这些红酒展销会 和睦说三天之后 有个红酒展销会 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如果我们可以敲定 几个买家 我们就可以打开 我们的销路了 我这就联系 走一会报名 你再去打开 我们是一家生产红酒的企业 我们在网上看到 你们要举办一届红酒展销会 我们想你们展销会的宗旨 一定是兼容并包 你们一定会欢迎 红酒行业的大小企业 全部都参加 绝对不会把中小型企业 聚聚之门外的 我们想获得一个展位 好的 好的 我们欢迎贵公司参加 不过呢 我们现在 大站位都已经安排满了 我们只能给您一个 比较少的站位了 没关系 谢谢您 左衣辉答应给我们这个机会了 不过他们给我们的展类很小 我们要想在这次展销会上 展露头角的话 一定要过创意 那我们想一些 比较别出心裁的 脱颖而住 我去联系马达他们帮忙 马达 我们在红酒展销会上 获得了一个展位 不过这个展位挺小的 所以我们想请你 苏曼还要乔布 帮忙做设计 首先 我们需要一个设计 我们还需要一些 新的宣传物料 想要在展销会上使用 怎么样 有设计感吧 太有设计感了 我们的展位呢 虽然小 但是呢 我们精致 别人拼的是规模 我们拼的是创意 有我这大摄影师 加上苏曼的纹笔 再加上苏曼的精致设计 我们绝对是最亮眼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 完美的组合 对对对 咱又是孤儿三天课 展销会的资料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在展销会上 把我们红酒的优点 逐一讲出来 凭借我们这么优质的红酒 一定可以在展销会上 打开销路 汉哥 谢总 好久不见 气色不错嘛 你们该不会是来参加 红酒展销会的吧 事实无常啊 真没想到 何时集团的常务副总 也要沦落到亲自来参加 红酒展销会 这种地方是我们这种 小人物来讨饭吃的地方 哪人得像您这种大福 是不是和睦的红酒 卖不出去了呀 一定都是你们那些客户 他们都是些土豹子 根本不懂得欣赏红酒 汉哥 我跟你是老熟人 和睦呢又是我的好兄弟 要不然把你的红酒卖给我 你们的红酒 我分分钟就能消化掉 光顾了说话 忘了给你我的名片了 我现在是周氏集团的执行总裁 我们何家的红酒 不会卖你这种卑鄙小人的 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都是做生意 生产红酒不就是为了卖吗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给你们留条生物 你们要是自决死路的话 我也没办法 请自便 我不会让周家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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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展教会要开始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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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呢我已经布置好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谢谢你马达 打扮 十一样 十一样 怎么哭 我都不怕 我不知道 我怎么 engagement 我怎么就了 我怎么接着 把我来 把我摇快撞 орг 把他摇了 把你摇了 把你摇一摇 把你摇好 好 好 医生 何瀚怎么样 没事 他没什么答案 现在已经松醒了 一会儿就可以办理住院了 谢谢您 医生 不客气 怎么会突然间就晕倒了呢 何瀚 你不要因为欧阳鹏说那些话 给自己太大压力 他这种人说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没有必要为他生气的 我会晕倒不是因为欧阳鹏 我换了人群恐惧症 人群恐惧症 这简直就是上天跟我开的玩笑 这么多年来 我为了复仇 为了变成一个十分完美的人 为了搞垮何家 我不能出一点点的错误 所以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 心理压力 再加上上一代的遗传 却得了这个病 我现在无法面对人群 你叫我如何弥补那些错误 这应该是上天给我的惩罚 让我永远背负着这个罪 让我永远背负着这个罪 你这些 While 爸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女儿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我还是帮不了何瀚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女儿 你都坚持这么久了 现在因为一点小的错误 你就打退堂了 那么你以前所有的坚持 那就都白费了 你不是一直 以强大的毅力支撑着自己吗 以前何瀚不在的时候 你都坚持下来了 现在她就在你身边 你反而选择放弃 这一点 你不像是我的女儿 人应该是 越受到磨难 越要坚强 只要有一些希望 就应该坚持到底 我到最后一刻 绝不能认输 在这有什么腹部 也 keyboard 现在是 只能和你 你跟着握手 你啊 既然有墨 会不会跟当年妈一样 因为心里过不了那个坎 最后精神崩溃 韩 你自己嫌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 就算这次这个红酒推广案不成功 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回主导券 我都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 而受到任何的伤害 不 我的病真的没法治吗 我曾经咨询过很多很多专家 目前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只有靠你自己去克服 我会认为何家都会核氏集团主导权力 不会让他得逞的 何汉 我希望你们兄弟两个 将来都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何汉 我女儿是我妻子 留给我 唯一的希望 我比任何人都珍惜他 更不能让他以后受苦受罪 今天 我以父亲的身份给你提了要求 以后你要好好地带他 幸好的 你以后要是再做出对不起我姐的事情 我就给你好看 如果告诉他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他一定会阻止我 我请不要 老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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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现在唯一的出路了 为了和汉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新品红酒 免费试喝 口感新颖 回甘醇厚 欢迎来品尝 新品红酒 免费试喝 欢迎来品尝 新品红酒 免费试喝 口感新颖 回甘醇厚 欢迎来品尝 汉你个王八蛋 我把谢芝琪交给你 原本以为可以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没想到她在外面努力工作 而你却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家里 你还是认她就认她 你以为你还是和氏集团的常务董事啊 出门有人伺候 跟你吩咐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啊 还是你想要装病 用一些烂油让她替你卖命啊 我警告你啊 如果你不能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就离她远一点 你记得下次再高临 新品红酒 新品红酒 又来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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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你怎么会在那边摆地摊呢 该不会是出来偷挣外快吧 不说话就代表承认哦 好吧 刚好我今天没事就来帮你挣顶外快吧 先说好啊 你赚了钱呢 要请我吃饭啊 没问题啦 来 新品的红酒 好喝的红酒啊 来来来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阔啊 男生喝了补气 女人喝了补血 来 欢迎购买 欢迎不适合 来来来 小姐 等一下啊 新品红酒 女人喝了补气啊 来来 来 上去 上去 上去啊 来来来 我现在在想啊 你现在能吃多少苦 就吃多少苦 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吧 你想啊 咱们现在新品的红酒呢 批量撑产以后呢 就等着我哥 和谢子齐那边的销路一打开 这样 核氏集团就能够回到正轨了 到时候 你想吃苦都吃不了了 就坐等着 成功的喜悦和幸福吧 我也期待那一天 希望一切都顺利 怎么会不顺利啊 你是在怀疑我吗 不会啊 那你就是在怀疑我哥 和谢子齐的能力了吗 更不会 这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你现在就得多吃苦 以后就坐等着幸福的生活 一定要不顺利 你怎么就在这个地区 我才问你 我是在怀疑你 你现在有没有 这是红酒人 所以你闲闲没事就来这里摆地摊 那何翰一定很辛苦了 出去要看人家的脸色 还要被人家拒绝 担心你受委屈了 才让你出来摆地摊卖红酒 卖多卖少都无所谓 他对你可真好是不是 是啊 所以啊 你现在过着幸福的生活 却非要出来摆地摊卖红酒 一定是为了体验生活吧 你为什么要说谎 我们不是说好不要对彼此撒谎了吗 你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出来摆地摊卖红酒 他却连你都看不到 他对得起你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再哭再累是我自己愿意的 你不用过度关心我吧 我过度关心 哎 要不是你心里还有个人忘不掉啊 我会让你出来受苦吗 他并不知道我出来卖红酒的 不关他的事 我不管跟他有没有关 反正能他让你受苦我就不答应 我之所以会让你回到他身边啊 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让你得到幸福 如果他做不到的话 我会把你摧毁啊 我会把你摧毁啊 他们在街头推销红酒啊 是啊 我亲眼看到的 我还看到谢自棋大呼小叫 还请路人免费品尝 真亏他们想得出来啊 我看他们是啊 真是走投无路了 周总 只要跟您作对 我一定让他们没有好下场 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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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虽然没有接到单子 但是有好几家公司 很喜欢我们的红酒 我会和他们谈一谈 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在家好好休息 我现在什么都帮不了你 你一个人的力量 救不了何家的 放弃吧 我不放弃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就能坚持到底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我的兵是织不好的 我不想拖累你 我给不了你幸福的生活 你离开我吧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 只要决定好的事情 绝对不会放弃 你气死我 又发生什么事了呀 让你生这么大的气 还不是为那个何瀚 何瀚那不是你未来姐夫吗 是不是你姐被她怎么样 所以惹你生气了 呸呸呸呸呸呸 什么姐夫啊 何瀚啊对谢知己不好 就是我的敌人啊 那混蛋 居然不管谢知己死活 在家里面当大少爷 让谢知己一个人摆地摊 卖红酒 重点 谢知己还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 我就不明白啊 是不是只要男人装无辜 女人就会喜欢啊 就像你 长得一个无辜脸 苏曼才喜欢你 就就就就就就 说归说好 你干吗扯我呀 马达 你会不会也太关心谢知己了呀 你不会是对她 还有什么想法吧 我是对她有想法 只要那个混蛋对她不好 我就要把她抢回来啊 绝对不可能啊 跟她受苦受累啊 你觉得她在受苦受累 可能对人家来说 也是一种甜蜜啊 我舔你个头啊 她是摆地摊卖红酒 不是上高档餐厅喝红酒耶 这么甜蜜啊 我是没去过高档餐厅 也没喝过红酒 可我现在和苏曼一起创业 虽然也很辛苦 但是我们俩 都觉得非常甜蜜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关心她 还关心错了 你关心她当然是没错 不过那是 她和和瀚之间的事 只要人家觉得甜蜜 那就够了 你怎么跟她一样 都在指责我咧 你是不是我兄弟啊 帮着外人说话 我没有帮外人说话 我只是说实话 你打住 别跟我说实话 我宁可你跟我说屁话 那我心心啊 就不会那么难过 我一会儿约了别人谈事情 你呢吃好早餐以后 记得好好休息 我走了 独起来 stellzk Thomas 原来父亲抛弃我吗 不是因为失忆 是因为你嗎 你妈本身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因为长期和你爸的分离 所以病情更加严重 妈患病之后 父亲终于回来 我本来以为她 回来是照顾我妈的 可是没想到 她回来是来抛弃我妈的 我妈守了这个家这么多年 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她回来却要抛弃我吗 因为你妈的坚持 你爸也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和你妈离婚 你妈是小嫂儿 进入我们本来幸福的家庭 在你爸最孤单的时候 是宋美琪陪在你爸的身边 从小到大 你在我心里是最完美的 爸这么信任你 把所有的合适集团 都交给你来打理 你为什么要辜负 他们对你的信任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对我的信任都是假的 他们对我的伤害 你不了解 宋美琪为了何家 为了你付出太多太多 宋美琪爱你 甚至超过爱自己的孩子 你放心地去做 资金的事情 妈随时为你准备好 宋美琪 因为你的并购案 投入宋家所有的资产 她希望你并购案成功以后 能名正言顺地 成为合适集团的接班人 你妈阻止我去那个说明会 爸把你推到大众的面前 隐藏我的存在 让你迎进风头 那是因为你和你妈一样 患有严重的人群恐惧症 你爸为了隐瞒病情 不让你心里产生压力 而你却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盲目地用亲情 爱情 友情 去复仇 何寒 你真的错了 妈 我心里有太多的话 没人可说 只好来跟您说 我很感激所有的人 大家都原谅我的错 但这些对我来说 却是一份很沉重的压力 我根本没有办法弥补 我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每一个人都在为何事努力着 而我却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觉得我的存在 根本就是多余的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何墨 你哥有没有联系过你啊 没有啊 他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们最近都在分头跑一些公司 他可能在经销商那里吧 喂 马达 你没有见过何瀚 何瀚 我才不想见到他 那家伙 老是欺负你啊 对你那么不好 老是让我再见到他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顺便跟他讲讲做人的道理 喂 喂 干吗挂我电话 该不会出事了吧 你什么 Erica长神经常 Goodnight 那家伙 什么一声 尝尽 说 Enough 贞 优优 你真 reform 那什么 我 welfare 好 何瀚他今天没有来过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何瀚他这几天 情绪都很低落 今天我又回到家 发现他不在家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 连何瀚都说联系不到他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想我知道他还在哪里 霍汉 你又一次医生不想离开我 不接电话 不跟任何人联系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你不用担心我 你看我现在跟废人有什么区别 没错 你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现在是大家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选择逃避 你知道你会让所有人都失望吗 你为了复仇 你可以斗志这么强 为了复仇你可以坚持这么多年 现在给你弥补自己过错的时候 你反而退缩了 何瀚 你是不是真的要放弃 你要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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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忙了一整天 能没事吗 我看啊 何家是没有翻盘的机会的 曾经那么风光的公司 现在居然搞得摆地摊卖红酒 还不如我拍几张照片 来的钱多 他们怎么了这是 怎么也开始走起 低端路线了 什么走低端路线啊 是被逼无奈啊 那你的意思是 他们新出的红酒 品质不怎么样 怎么可能 有和睦这个毒舌在啊 品质能差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销售通路全部被毒死啊 完全打不开局面啊 那酒再好也是白搭啊 再这样下去 我看会有家离山火的日子也不远 不容易 盒沐 我哥找到了吗 找到了 他已经回来了 你今天这么着急地找我哥 我哥他不是遇上什么事了吧 他只是最近身体不太好 所以情绪比较低落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情了 真是辛苦你了 本来销售的工作呢 就比较艰辛一些 现在又要让你去照顾我哥 不过我们这边很顺利 只要你那边销售渠道能打开呢 我们这边的生产呢 就会源源不断地跟上 荷姆 其实有件事情 我一直隐瞒着你 我们的销售一直没有起色 常规的渠道也完全没有打开 周佳又在用各种阴险的招数 阻碍着我们 所以从目前来看 我们的推广喜好案 完全失败了 怎么了 我们新品红酒的销售通路 我都已经被堵上了 但毫不在乎 我们的听随意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政训 我们的政训 都已经被堵上了 宣传的不顾我 我们的政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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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却 已经变了胃痛 像是相爱 像问着离别 停在心中的迷路 别无自担 我试着找回 那些蓝色日子 飘感 却不同方向 不用 谁来安慰谁 永远能停止时间吗 当爱冬结是谁可以无处来 你不用掩饰 每一件痛乱伤抱 深爱过 才决定放手 不用 谁来安慰谁 爱过的人 永远坚强 一发不悔的街 谁又猛火 你不能隐藏 你不能隐藏 你却被强忍着 放手后 世界变白色 不用 谁来安慰谁 爱过的人 永远坚强 你不能停止时间吗 当爱冬结是谁可以无处来 你不用掩饰 每一件痛乱伤抱 深爱过的人 永远坚强 我 才决定放手 不用 谁来安慰谁 不用 谁来安慰谁 爱过的人 永远坚强 一发不悔的街 谁又猛火 你不能掩藏 你却被掌援掌 放手 时间变白色 我又为何放手